為甚麼要準備呢? 為甚麼我們要學東西? 為甚麼要懂方向? 剛才下機時是7點05分 現在來到C31這個閘口 在等待這班C31閘口去三藍市的登機 我原本是搭兩小時之後 在原本的地方 如果要Standby就要50元 我沒有給的情形下 早去到閘口休息的時候 竟然讓我上機先搭一班Continental的閘路 所以早了大概半小時到這裏 Douston 這裏即是說 當別人要求你一些東西的時候 用你的智慧可以判斷究竟應該做 然後應該做 但你亦都 第二樣東西今天做得對的 就是去早點 去早點的時候 你就會有機會 坐頭 早一班 第三樣東西就是 有一個能力 可以在短時間裏面 由下機到這裏 馬上走到這裏 因為我下機的時候 我的機器未停定 我就已經 由第三號座位 跑跑到第一個座位 所以下機是一個 那現在呢 拿著這個Ticket 是Standby 因為我跟那個人說 他是Standby 那他呢 就引起這一張 所以我們要讀書 因為讀書 懂英文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快地跟他們說 都不會說 有些什麼 章案 但是如果你 你都不會說的時候 你就唯有接受 接受著這個 一切一切 其實都已經定局了 你可不可以早了 你可不可以 提早兩個小時到 你出的能力 你出的精神 很多 但是呢 這些呢 全部都是要你 預先準備 懂得怎麼走 懂得怎麼應對 所以什麼時候呢 我們 如果要 成功 做一件事 一定要有很好的準備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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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